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以琼瑶电影为代表的文艺爱情片 风靡台湾岛 而琼瑶女郎林青霞 一夜之间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 她是那个时代 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 少男们心中的梦中情人 1972年入行 七年间林青霞以惊人的速度 拍摄了五十多部电影 然而1979年 红透港台的琼瑶女郎林青霞 却突然中断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远走美国 这一年在林青霞的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得无比重视自己电影事业的她 却选择了放弃 在台北几家电影院的门口 甚至有影迷公开贴出了 拒绝看林青霞电影的大标语 林青霞所拍电影的票房 也跟着一落千丈 一些制片商也不再向林青霞 发出拍戏的邀请 这样的结果让林青霞无法接受 影迷在影院打出横幅 这件事的起因 还要从一条无中生有的娱乐新闻说起 1979年台湾的一家小报上 刊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林青霞与秦翰结婚了 还有照片为证 台湾大众顿时哗然 圈里林青霞和秦翰的朋友 纷纷都给他们打电话来祝福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此时的秦翰明明还没有离婚呢 林青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因主演穷瑶电影成名 与男演员秦翰搭档出演多部电影后 传出绯闻 而当时的秦翰已经结婚 报纸上所刊登出的 这张林青霞与秦翰的结婚照 不过是电影的剧照 秦翰和林青霞在拍一场结婚戏的时候 被台湾一家小报的记者 当场拍了几张照片 第二天照片刊载在报纸上 秦翰和林青霞在电影里 扮演男女主角结婚的场面 就变成了秦翰和林青霞 在现实中结婚的合影 林青霞 秦翰感觉真是莫名其妙 这也太搞了 但两个人也没有太在意 以为这只是媒体的恶意炒作 可没想到 这次炒作竟然断送了秦翰的婚禁 秦翰的妻子少乔音 当然也看到了这条新闻 他本来对秦翰与林青霞之间的绯闻 只是半信半疑 但是看了这则新闻之后 他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确信 秦翰几天来一直住在片场 并不是因为工作量有多么大 而是他确实不想走进那个 阴云笼罩的家 由于媒体对他和林青霞的关系 越传越凶 邵乔音几乎是见了秦翰就好 从前那个充满温馨氛围的小家庭 如今早已不复存在 秦翰不停地向妻子邵乔音解释 说那些绯闻都是媒体不负责任的猜测 可是媒体所制造的谣言 早已经击溃了邵乔音的心理防线 无论秦翰如何解释 他都不会再去相信 这样的局面使得秦翰非常苦恼 经过这么一闹 他对于眼前的妻子已经到了说无可说的地步 秦翰累了 最终他提出了离婚 秦翰坐在家中的客厅里 这位以前曾因为在台湾多次荣获金马奖而声名雀起的影帝 以前在观众面前总是乐天派 可现在已经被家庭危机折腾的是精神疲惫 形容憔悴 林青霞面对秦翰家庭的不幸 他很想给失忆中的秦翰一些安慰 但是他不能 他知道此时媒体的镜头正对着他准备开火呢 为了避免引起风波 此时的他反倒是避开了秦翰 他不打电话 不见面 但是依然没有能够逃过此劫 媒体和大众认定林青霞就是秦翰婚姻的第三者 直接导致了秦翰离婚 各种非议铺天盖地地向林青霞袭来 令他无法应付 林青霞一是不能接受自己被不明不白的 就戴上了第三者这点黑帽子 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 使他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女人 也使他极力想摆脱这个不实的称呼 二是他无法接受在电影事业上的挫败 因为他能成为演员实属不易 1972年林青霞18岁 联考落榜后的他在台湾西门町被星探相助 不久之后 台湾电影导演宋存寿 邀请林青霞出演电影窗外 在影片中他饰演女主角 这部电影改编自穷尧的同名小说 林青霞因为自己能演出电影而兴奋不已 但是家里面父母却坚决反对 而林青霞对于拍电影是充满了好奇心 他怎么也不肯放弃 林青霞的父亲林维良 毕业于北平医学院 后成为国民党军医 对于林青霞的教育从小就十分严格 林青霞的父母不想让女儿进娱乐圈 他们认为电影界的人不能信 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林青霞家里来 都被赶走 最后来了位山东老乡当睡客 见得老乡三分亲 加上林青霞再三保证 进的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 母亲马兰英才勉强答应 陪林青霞到电影公司见导演 母亲马兰英后来再三确认 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这才放心的让林青霞出演窗外 1972年的夏天 林青霞的母亲带她签下了生命当中的 第一张合约 电影公司之所以愿意大费周折的 请林青霞出演电影窗外 那是因为此时的林青霞 有一张学生脸 五官秀丽 线条分明 气质清纯 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出演这部电影 女主角的女演员 更为重要的是 林青霞的形象 正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台湾文艺影星的理想人选 电影窗外 最终因为版权纠纷 没能在台湾上映 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放映时 反响很大 在这部电影上映后的第二年 1974年 林青霞的第二部电影 云飘飘 使她成为闪亮的新星 在台湾 公交车车厢两侧贴着电影广告 上面有她的脸孔 人人都想知道 这个女孩是谁 哦 原来她叫林青霞 自从电影云飘飘之后 制片人就纷纷上门 来找林青霞拍戏 母亲 马兰英 就坐在她的身边 带她与制片人谈片约 当时林青霞高中才刚刚毕业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从学生变成荧幕偶像 林青霞还没有来得及理解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 片约不断地涌来 林青霞一个星期 只能躺几个钟头 从一个外景地点 被拉到另一个外景地点 再到下一个外景地点 马不停蹄 有的时候工作人员 调整灯光的时候 他站着 靠着 甚至都能睡着 这段时间 林青霞把全部经历 都投入在了拍戏上 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跟工作相关 已经很久 没和家人朋友聊天 从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 林青霞的衣服已经脏了 也许是他忙得没时间换 也许是他忙得 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衣服 林青霞形容这段时间 他是靠着决心 一路走下去的 不肯服输 他要证明自己做得到 所以每天接下挑战 每天一点一滴 学着怎么处理事情 也就是林青霞的这份 努力和不服输 他成为了台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文艺爱情片的代表人物之一 1973年至1979年 林青霞 秦翰合作将近二十部电影 这些电影内容大都清新内秀 对白情意绵绵 清纯美丽的林青霞 与英俊潇洒 并且温文尔雅的秦汉 是万千观众心中的 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 两个人的合作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他们的成功吸引了众人眼球 让两人继续合作的偏约不断 然而演艺事业的成功 为他带来万千宠爱的同时 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接下来的压力 年轻的林青霞根本没有准备 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 开始捕风捉影 制造话题 爆炸新闻是吸引公众眼球 最好的诱饵 于是台湾大报小报上 林青霞与秦汉二人 假戏真做的消息 开始铺天盖地 林青霞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就再三向母亲保证 自己会洁身自好 而现在台湾媒体 捕风捉影地报道 他与秦汉的恢复 林青霞知道 他不能让母亲失望 他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诋毁 他无法控制台湾媒体 他只能极尽可能地 控制自己 在戏外 不与秦汉接触 拍戏间隙 能不说话 就不说话 尽量不给台湾媒体 制造话题的口实 当时的林青霞23岁 他发现他的克制 并没有收到效果 反而被媒体 塑造成了一个 插足秦汉婚姻的 第三者 在1987年出版的 林青霞自述一书中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也为您摘录了下来 再恩爱的夫妻 举与也所难免 秦汉夫妻 当然不例外 但是 很多人却把箭头 对在我的身上 这是多么令人 心惊胆寒的事 为了这 我甚至伤心到 恨不得离开这个 纷乱的世界 到山间隐居去 恨不得归隐山林 林青霞内心的痛苦 已经可见一斑 媒体的镜头 俨然变成了 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 这些年 林青霞 已经被打得是千疮百孔 血肉末 这一次 秦汉离婚后 那些媒体 再次齐刷刷地举着枪 对准了他们的猎物 可这次 猎人们却惊讶地发现 这个猎物不见了 197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一瓶红酒见点之后 林青霞痛苦地决定 离开台湾 远离是非 而秦汉对于林青霞 虽然是心有好感 但两个人都克制着 自己的感情 有意保持着距离 除了拍戏 在戏外 他们都很少见面 林青霞所选择的避难地 是美国 多年之后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谈起了这段经历 他说 1979年的时候 我的名气让我受不了 我想逃离电影圈 所以 去了美国 就是去端盘子 我也不介意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 真的 假如没有人认识我 就算去端盘子 我也会很快乐 林青霞的痛苦 不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对他演绎事业的冲击 另一个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他深藏内心的一份感情 琼盘在接受永远的林青霞艺术的作者 铁乌张子的采访时曾说 林青霞对待感情很认真 他与秦翰合作窗外时爱上了他 也许正是这份情愫 使他在与秦翰的对戏中显得更加真挚 但当时的林青霞克制了自己的这份感情 他清楚 他受到的教育 他的家庭 他的良知 也不允许他爱上一个已婚男人 所以他一直把这份感情锁在心里 秦翰是看了报纸上的新闻 才知道林青霞离开了台湾 林青霞的不辞而别 给了秦翰一记闷过 他打电话给林青霞 问他为什么要走 他甚至说要去美国找他 而林青霞拒绝了 来到美国这年 林青霞25岁 在美国的这段日子 他得到了少有的清静 没有黄眼的闪光灯 没有媒体的毒蛇 他感到呼吸无比畅快 但是没过多久 秦翰却又追到了美国 去找林青霞 林青霞告诉他在美国的朋友 千万不要告诉秦翰 他住在哪 秦翰在台湘山 找不到林青霞 于是又飞到旧金山 林青霞的妹妹那里 也没有找到 面对偌大的美国 秦翰感到茫然落实 林青霞 林青霞此时躲在美国 朋友的别墅中 他站在硕大的落地窗前 轻轻地哼唱着那首 电影《一颗红豆》的主题曲 在他与秦翰合拍的所有电影当中 林青霞最喜欢的 就是这首主题曲 带来浓情如酒 《一颗红豆》的主题曲 《一颗红豆》 谁不希望拥有一份被祝福的感情呢 林青霞也不例外 他和那些坐在电视机前看穷瑶剧的女生一样 想象着能够遇见一个懂他的白马王子出现 清闲时两人手拉手一起逛街 忙碌时对方会给他关心 林青霞想要的爱情 绝不会是从别的女人手中掠夺而来的 他想到秦翰心中无限酸楚 在想起秦翰的同时 他也感觉到仿佛那些台湾的大豹小豹 劈头盖脸的向他砸来 那些闲言碎语 如同一把把的尖刀向他刺来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秦翰 尽管林青霞知道 此时秦翰就在美国 但是他不敢去见他 也不能去见他 他怕见到秦翰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次美国之行 也就失去了意义 林青霞希望秦翰找不到他 这样秦翰就可以死心了 而他也就可以死心了 秦翰找不到林青霞 在台湾又有两个孩子需要他照顾 最终秦翰伤心地离开美国 回了台北 而秦翰走后不久 秦翰林也来到美国找林青霞 他的到来给林青霞刚刚平静的生活 又掀起了波澜 其实秦翰林的到来 既出乎林青霞的意料 又在他的意料之中 秦翰林在与林青霞拍戏时爱上了他 但他一直没有把这份感情告诉林青霞 这次林青霞选择离开台湾的是非圈 秦翰林决定不再沉默 他要去美国努力一搏 他要和林青霞在一起 已经尝试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林青霞 在美国这个对他来说远离尘销的地方 渐渐地接受了秦翰林 1980年9月5日 两人在洛杉矶订婚 但其实在订婚的前一晚 林青霞动摇过 他给秦翰打了一个电话 这是1990年 林青霞与秦翰热恋时的一段采访 在这段采访中 林青霞与秦翰谈及当年那个电话 他说出当时的想法 我现在说到那时我要订婚的前一晚 我是三番市打电话给你 我说我们一天第二天要订婚了 我打算是你了 你怎么订婚的没定啊 我立刻来找你 怎么知道你不是啊 我说你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我就订婚了 林青霞与秦翰林订婚后 1981年二人回到香港发展 来到香港的林青霞开始接演多种角色 挑战自我 从喜剧片动作片到严肃的剧情片 他都努力尝试 但是令林青霞感到失望的是 不管他多么努力拍戏 港台媒体关注的焦点 仍然是他与秦翔林 两个人每时每刻都暴露在 媒体的追光灯之下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都会成为第二天报纸上的新闻 而且同为演员的他们 无法避开那个人 秦翰 1982年 林青霞与秦翔林订婚的第三年 林青霞与秦翰 将要一起合作影片 燃烧吧 火鸟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 台湾立刻炸开了锅 令各路媒体跃跃欲试 兴奋不已 一时间 谣言四起 秦翔林与林青霞的这段感情 最终没能逃过媒体这道结 1984年 秦翔林解除了与林青霞的婚约 两人在订婚四年后分手 这一年 林青霞三十岁 林青霞又恢复了单身 秦翰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新的感情 但这两个人似乎都没有什么表示 他们的圈中好友穷瑶看不过去了 穷瑶就对秦翰说 秦翔现在是一个人了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呢 在穷瑶的撮合下 秦翰与林青霞终于鼓起勇气 牵起了手 为了躲避媒体 两个人把首次约会的地点 选在了东京 但东京还是离台湾不够远呢 他们还是被媒体逮了个正着 林青霞与秦翰在东京银作的照片 出现在了香港的一家报纸上 新闻标题是 漫长的爱情长跑过后 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林青霞1972年初始秦翰 1985年与秦翰成为恋人 时隔了13年终于走到一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热恋中的林青霞 清晰地记得与秦翰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你猜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七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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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夕桥在你演电视的时候 对 你很不知演戏 又做得很差 这个形状就好像我到中后的时候 是想过白马王子的样子 白星出山 为什么会出白马王子 好像符合想过白马王子的样子 在琼瑶距里 林青霞也做上了琼瑶梦 秦翰就是他梦中的白马王子 完全符合他琼瑶式的恋人形象 这个琼瑶梦 林青霞一做就是二十年 转眼到了1993年的春天 这一年 林青霞三十九岁 林青霞从十八岁爱上秦翰 到三十一岁他最终和秦翰牵手 恋爱八年后 所有人都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该是他们修成正果的时候了 然而 林青霞却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答案 1990年 滚滚红尘上映 凭借这部电影 林青霞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但这却成了 林青霞与秦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在与秦翰恋爱八年之后 林青霞最终选择了和秦翰分开 对于离开秦翰 林青霞是这样解读的 是一个矛盾掩盖着另一个矛盾 我们就越发感到彼此的可爱 然而一旦我们之间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 可以考虑结婚的时候 我才发现秦翰和我尚存许多难以沟通的性格差异 他讲起他跟秦翰以前的事情闹闭了 都是真的是很鸡毛蒜皮的事 他是一个不浪漫的人 那我们每次都数落他 我说你应该要怎么怎么 你这样怎么 怎么追得到人 你这样这样 对呀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秦翰很渴望爱情 他很强烈的 他不要那么淡淡的好像私有私无 他那个他觉得不满足的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人很好 慢慢拍 关于秦汉与林青霞分手的情形 高凌峰曾在电视节目中讲述 秦汉跟林青霞就在琼瑶家的时候 林青霞告诉了秦汉说 我要离开你 虽然我曾经这么爱你 但是我决定要离开你 你知道秦汉听了以后 他完全不相信 最后秦汉跪下去 林青霞还是离开他 琼瑶给了林青霞一个梦 秦汉给了林青霞梦的样子 而媒体的闪光灯 把林青霞的梦营造得拨拨拨择 跌宕起伏肝肠寸断 这二十年来 媒体的闪光灯 晃得林青霞头痛欲裂 伤心欲绝 晃得他甚至一直都没有看清过秦汉的样子 当两个人的手真的牵到了一起 林青霞才发觉 秦汉并不是他需要的那个男人 林青霞没能把他的穷摇梦变成喜剧 这个梦最终还是破碎了 林青霞是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 炙手可略的华人女演员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十岁的林青霞穿上了美丽的婚纱 终于走上他渴望已久的婚姻之路 他最终托付终身的这个男人 看起来酸然一致 绝对不是林青霞曾经梦想的白马王 自林青霞结婚二十年来 关于他离婚的新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在结婚之前 林青霞曾与男演员秦祥林订婚四年 这段看似铁板定音的恋情 最终为何没能修成正果 荡漫为您揭秘 林青霞之我们结婚吧